官子賣了好久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終於公佈副手人選 不是外界猜測的前臺北縣長周錫瑋 高雄市副市長李四川 也不是呼聲最高的前新北市長朱立倫 韓國瑜說選定前行政院長張善政是雙方談好已有一段時間的決定 對於被選為韓國瑜的搭檔 張善政說是希望成為未來執政的催化劑 要幫韓國瑜帶領國家回歸善良政治本質 達成下架民進黨政府的目標 韓綠對立已經非常的深惡痛絕 我希望我在韓總統身邊 可以幫忙建立民眾對韓政府只問是非 不問顏色的信心 就像我在行政院院長任內一樣 我曾經協助過許多綠營縣市解決問題 至於民進黨方面呼聲最高的蔡賴沛 蔡英文總統最快在十四號宣布 由前行政院長賴清德擔任副首 兩人也預計在十七號時的蔡英文 連任競選總部成立大會中同臺造勢 象徵全黨大團結 不過現在也傳出有第三組人馬要加入這場總統選戰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可能在十三號宣布參選 原始新聞 勒蓋喜故 許家榮 高雄市採訪報導 允許多綠營縣 felt了 真的披大